这个兄弟跟小亚打有的一拼,两个人的实力我觉得都很强 就属于是那种反正关战到了基本上把把四杀的那种 这种的话飞银加调酒师,机油手加调养师 这就是一套会给更多存在感的阵容 上来的话这边抓机球手 一甲已经中了,这边机球手 趁你一波雕像 但是哇这种甲都给他夹到了 这属于是中空甲,没有任何的就两个雕像把你给夹住 这种甲很难夹到的 这里一轮爆发球 但是我闪现都还没好 你球已经交掉还剩一颗了 飞轮还没好咔嚓 我就应该把那个第一视角切成机球手的兄弟们 就应该就能够更直观的感受 因为你看雕刻加你就感觉好像也就这样吧 他只是就你感觉我上我也行的那种感觉 我曾几何时看他们的雕刻加 看完以后我觉得不就这样吗 我看了蛮多了 我自己也可以啊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你自己上去夹的时候根本夹不到人 来我们接着给他雕刻加 给他飞翼加 救下来还可以啊 这轮的话 飞翼加这边等于说是一个无伤救人 然后一波大开喷走 机球手应该会逼出这个闪现 机球手不是会 他要逼出这个闪现 逼不出这个闪现 这把没法打 他必须得逼出这个闪现 逼不出这个闪现 球者不太好再来救了 没博命了 没博命了 不太好再来救了 因为你再来就雕刻加这边就很顺利的到二阶了 而且呢 他也不一定需要这个闪现来追这道机球手的 意味着待会儿这个机球手被挂飞以后 雕刻加本身的存在感加上后续的存在感 加上这个闪现能秒人 能快速击倒 我也不说不用秒这个字啊 能快速击倒人 救下来 还行偷了一波 夹子风 跟过来 再追刀 虽然说这边条是扛到刀了 但是我给大家讲了 就他到二阶了 我那个老天爷 这把这飞应价还是蛮给力的 直接传送 哇这传送好奢侈 过来找条尸 一轮伤害 来接着给他条箱 还有一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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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水回 那就一 哎呦 可以哦 这波条箱是操作确实拉满了 但也就到这个程度了 再往后 没有东西可以打了 机子的话 目前来看还差一台 还差飞应家这边这台 鬼屋里面这台应该是可以修掉的 条酒师来救人吗 条酒师来救人 飞应家先蹭这个机子 能修多少修多少 投粉场看一眼 条酒师来打一刀 这一刀打的也行吗 这刀打等于是算是逼救 一轮伤害直接秒 哇呀 啥呀 救完人以后两个人在 不你也是个涂黄呀 地上面满屏的都是涂鸦 这把飞行家还是蛮顶的 那对比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飞行家到现在为止 还没吃过雕像伤害呢 开喷 老 全程不吃雕像伤害 就你是吧 躲我雕像躲这么好 Yes I do 这个I do哥 下次我们再再再观战一把 他的这个时机掌握的 还是蛮精的 但是时机掌握的还是蛮精的 这里条酒师状态不满 我们待会看一下 最后一个追击的一个对抗 看条酒师到底能躲多少伤害了 这边传售 位置 那那边要救人 那边要救人 条酒师其实救人呢 意义不大 我觉得不救 就拼 就拼操作 看看能不能跳个地窖 诶 这条酒师这舞一跳 那个感觉就来了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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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轮 抓谁 抓条酒 对吧 就这一轮的一个视角 我故意定在这个穷者身上面 就是给大家看啊 其实很直观的 就有些雕像雕刻家放的好的时候 球者这边其实是很无奈的 你那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做到 这真的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你你排 你能躲掉可能 看得到的雕像 你也躲不掉那些 看不到突然合出来的雕像 特别当雕刻家二阶以后 就刚才那波 调酒师去救调王师那一轮真的是太炸裂了 诶 飞一家再来捞一波 飞一家跳地窖会更好一点 飞一家跳地窖会更好一点 诶 这边蹲着 对 诶 你排不到我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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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传回椅子了 估计传送好像传回椅子了 传回来 哎呀 暴乌鸦了 这是打得下来的 二阶雕像打得下来的 这把飞行家